在加上有人更改了管线 可能因此传播病毒 高福就连夜紧急的撤离了30多户 防止疫情扩散 一名住在A307室的62岁夫人 2月10号确诊染病 巧合的是同栋大楼的A307室 住的先前确诊了75岁老翁 两人楼层虽然相隔10层楼 但都刚好住在尾数07的房间 共用一条排粪管 因此香港卫视单位不排除 病毒可能经由粪管及排气管传播 我们有理由相信有可能性 就是上面那个病人排在粪便里面 可能有病毒 这种病毒停留在这个粪便馆里面 经过那个流气的地方 走出来感染第二个病毒 就怕爆发大规模传染 港府凌晨下令紧急撤离 同住在A栋07室的住户 送往检疫中心进行隔离 卫生部门在天亮前 已经疏散了康美楼07单位的全部住户 并且在大楼内进行了清洁烧毒 港府事后清点发现有9户居民未隔离 其中住在高楼层的这户人家 是直到天亮才知道社区出大事了 于是11号中午在路进行第二波撤离 同时防疫人员也加强地毯式消毒 目前已知撤出了住户 有4人出现新冠肺炎症状 可能被感染 另外防复也发现三楼染病女住户 厕所管线曾经自行改管 是否因此造成疫情扩散 还有待调查 记者组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